然後呢,就像我這個物資的這件事情啊,還有一個面向大家可能可以想一下,就是說 啊,有雨耶 喔,有雨耶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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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稍微等一下做好一下準備,然後看有沒有人可以幫忙那個把音響也稍微照一下這樣子 就可能等一下會下雨 小飯幫忙一下喔,謝謝 好 好 有沒有人 你還有養物資嗎? 是啊,喔,我想再補充一下,就是物資這件事情我覺得它可以有另外一個想的面向就是說 其實這物資啊,是真的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夠到現場 然後他想要表達一種支持的方式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那麼閒每天晚上都在這邊 那他在想一個他怎麼樣參與這場運動的方法 那,所以如果說剛剛在講的,現場可能不一定這麼需要入職的時候 那我們能不能想一萬種 可能大家能想,或者他們自己能不能跳出來想 他們沒有一直幫忙在現場的情況之下 他們到底還可以再做什麼 對啊,或者說在舊物資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再細的再想說 因為我知道有些物資他會指定說 我要送到立法院裡面的 有些物資他會指定說我要送到濟南路這一頭的 那可能是因為濟南路這邊曾經發生過一下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他想要支持這邊的人 但是基本上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然我們一直談那麼細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在這些細的上面 他其實是可以展現,就剛剛不斷的強調 他其實在展現了就是說 這個小型的社會裡面,他怎麼樣去運作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多分享一下物資這件事情的各式的想法嗎 那我現在突然有點想 我們不管問什麼問題,大概好像都沒什麼反應 是不是其實大家都在各區一開始做過來 就是因為其他區都在演講 都在一直討論,然後覺得很煩 然後我們在這邊一開始在放電音 覺得一直在唱歌,然後覺得很有趣才做下來的 那反而我們開始不放電音不唱歌的時候 大家反而有點覺得尷尬了 先唱一首歌 先唱一首歌 啊